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罪書言書》 我們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幾本關於同性面的書籍 我手上拿幾本書就叫做《姊妹氣場》 Danny手上的本叫《愛的遊識》 也是由台灣的一位記者張堅勳寫的 其實張堅勳這本書寫的時候 我想都是只有十年前 你第一次接觸張堅勳寫的嗎? 我第一次接觸張堅勳寫的一本書叫做《殺戮的奸猛》 是新出的 新不新呢? 都是最近的書 近半年的書 是啊 那本書呢 其實最近也有得到 就是講死刑的議題 因為現在台灣還有死刑的 之前有一個社會事件 有些反對死刑的運動 但是失敗了 他不能夠半次始終 所以張堅勳寫了這本書 是啊 從這個背景我們知道 其實張堅勳是一個很積極參與一些社會運動 和社會議題的人 基本上是以記者的身分的角度去介入 但是香港似乎比較少這類社會面向 或者社運面向這麼強的記者 是的 是的 這個名字很乖 因為一讀下去 或者看下去 尤其是我們香港有什麼事 什麼叫做《紫梅氣場》 那我輸入其實有解釋 是不是有些氣場 他知道是Auro 是的 Auro 對 後面也很厲害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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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一個成語叫做《兄弟一場》 《一場》是 我還沒聽過 因為我唸到我的字簾讀 我一直都不知道 有比較文藝的說法 代表《一字簾》寫的是《斗》字入面 《斗》 《斗》是《斗》 即是內斗 內斗的 那 然後 它的《一字》在台 普通話來講 就是讀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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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這本書是為什麼叫做《紫梅氣場》 就是有個Punnel 《紫梅憶場》 其實是 是的 《紫梅憶場》 什麼姊妹呢 就是異性戀的女帝 和同性戀的女生 他說氣場 為什麼不是益場 而是氣場 就是大家中間的界限都可以跨過的 可以游戲 是的 Anyways 都講到異性戀的女生 同性戀的女生 大家都可能馬上聯想到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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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 我不會犯 我聽不明白 我對不起 我們從後講 是啊 關什麼事 我們先介紹這本書 不是這本書 因為它是 這本書沒有那麼多理論 或者索利的歷史 講理論的成本 主要是張娟芬介紹 或者訪問了一班旅行成本者 你的副題已經說了 《女同志》 《故事書》 是的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看這本書 但是因為它這本書重新再版了 我也覺得應該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本書就是理論 這本書就是《故事》 這本書 很多人會覺得 我看了後面 後面的《back of the book》 就說 那些女生看完之後 就說這條表很好用 我下次也是這樣用 就是介紹女同志 互相運動 是的 或者她們的情感 對男生有沒有幫助 怎樣 你是否想 可能異性戀的男士 都可以用相似的方法 和異性戀的女士 你可以試一下 好吧 這本書 我們可以講一講 這本《姊妹氣場女同志運動學》 我繼續講下去 介紹一下 或者我們講一下 究竟有哪一兩種 子彈梅今講的 姊妹 這個就是 一些條條比較新的問題 是的 因為已經是在講異性戀法 例如 或者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譬如 裏面大告會提出 兩種會投入一些社會運動的女性 以女性身份提入社會運動 有兩種社會運動是有女性身份的 又或者是一族 不可以說兩種社會運動的 看看你怎樣區分 兩種走向的社會運動 因為 苦運 大家都知道什麼是苦運 或者是女性主義的 那些苦運 看到有独選港者出來吵 那些 是嗎 不是那些嗎 有那些 苦運就是當時女性主義興起的時候 同一時間 一班女性 我們都要女性充權 我們要反對負拳 雖然我們跟Daniel說 這個負拳問題 就是很深刻的問題 但Daniel再簡單介紹一下 那就是女性主義興起 那些女性就覺得我們不可以再受這個負拳者壓迫 我們要出來為自己會 這可以一間再詳細說 另外一班呢 另外一班呢 就是同性戀者 即是女同性戀者 他們究竟是屬於苦運 還是不屬於苦運的呢 那是同性戀運動 還是婦女運動 是的 為什麼是這樣說呢 因為當時一開始在美國 台灣我就不知道 但是張宇峰說我在美國 當時都很大的爭議 因為同性戀者 都承受了很大的污名 或者很大的歧視 當苦運興起的時候 當時發展得如火如土 那裡面當然也有一些 未出櫃的同性戀者 同性戀者 他就不敢出來 因為都是會怕 你這樣搞的話 就會搞和我們的苦運 或者將我們的苦運 就是很多人一出來 就會和我們那些 或清大善 或我們是不 即是和同性戀者 沒有關係 只是幫助婦女平權 之後就搞了很多爭議出來 之後大家可能會互相融合 或者互相對抗 然後就一直捱滅 如果是這樣 就真的有所謂的益場 是的 因為在婦女運動的過程 有一些人可能是女同性戀者 然後她又投入苦運 希望能夠為女性爭取權 誰知道爭取權益的過程 有些是異性戀的人 會覺得 大哥你和性戀走開 我們不是想幫你女同性戀者 爭取權益 我們只是幫婦女爭取權益 或者真的會劃清界線 或者自己會聲明 我不是同性戀者 有些人會逼她 你不是同性戀者 你搞苦運 你不是同性戀者 那些人會說 我不是 你一說我不是 已經是代表你想和他們 是 其實這個問題本身已經 好像是要把你們分開 你要合當地搞苦運 你就不可以是同性戀者 因為你就會把它變成同性戀者 變成兩班人要各自分開 這本書寫的背景就是 我們面對這個處境 我們就說 其實不應該分開 是應該合分在一起 是的 他也提出了幾個方法 不過這一種 我想這些方法的問題很特別 有興趣看一看這本書 講到後面也有講到 我覺得說回由何講起 就是講這本書 到底是講什麼呢 他主要都是由台灣 他們自己的處境開始講起 一開始他就用一些講新聞的手法 其實我們台灣發生幾件事 是對女同性戀者 是污名化或者對他們是有歧視的 我記得他有幾個例子 有一個例子我覺得很深刻 就是說有兩個女孩子 他們是在讀中學的 他們就補朋友 然後就交約去自殺 就是去一間酒店 那些叫做飯 就像是燈提小竹那些類子 在杜格屋 這樣就燒炭 一起去死 兩個都是 即是他們好像是精英班 那當這件事燈上報紙的時候 那些人就馬上亂想到 他們這樣死八又懶著 是否同性戀啊 然後很有趣地 他的家長就馬上澄清了 我女兒不是同性戀的 另外他同班的同學都說 我們認識了他這麼久 從小到大 我都很清楚他有的人格 他不是同性戀的 他不是人格 真的會用人格 但他們會有這種污名法 人格是沒有問題的 例如 還有輔導主任走出來說 我們不覺得他同性戀 他們應該不是同性戀 為甚麼呢 因為輔導員沒有紀錄 為甚麼輔導員沒有紀錄 或者輔導主任沒有記錄 這件事 就可圈可點了 因為為甚麼 如果他是同性戀 就自然會被輔導 因為他沒有輔導 同性戀是有需要被輔導的 所以如果你是同性戀 你一定會輔導 所以你輔導了 我就一定知道 既然你沒有這個記錄 所以你就不提了 對 被人清楚 所以你這樣說的時候 聽到這些說法 都知道那個年代 好像是90年代 寫出版本 台灣對女同性戀者的看法 都是很奇怪的 他們不會說是負面 但很搞笑 如果同性戀 剛才那些東西代表甚麼 代表同性戀要被輔導 在正常情況下 亦都代表 如果你是同性戀者 人格上可能是有些問題 不然會說人格沒有問題 這些東西會令到我們有印象 可能同性戀我們也接受 但你接受就好像是一種缺陷 坦白說 你要說到接不接受 就已經很奇怪 例如我不會說 我接受你是一個男的兒性戀者 你不需要這樣說 你不特地要接受他 有一個threshold 但當你說我們也接受他 就好像他已經是一個問題 是的 就好像我們2022年 10人接受 已經是壞電科 這樣說 Jerry分也說了幾個例子 他舊的書中 就說了潘魅神被迫出櫃的字典 有兩位 他是台視的記者 做了一輯節目 然後用一個很隱蔽 即是裝了隱蔽接錄機 這樣的形式 去一間女同性戀者 喜歡他樓梨的酒吧 去拍攝那些人 然後之後 我忘了是否拍攝到潘魅神 但之後就邀請了潘魅神 做了一個訪問 潘魅神大家知道是誰 是台灣以前一個非常流行的歌手 歌手 很紅 很紅的吉時 但他的裝扮也有男性打扮 中性打扮 對於他的性打扮 對於他的性打扮也不會有傳聞 不是男性打扮 是中性打扮 然後就跟潘魅神 邀請潘魅神做訪問 然後下落我們都是想 上來我們的節目 或者接到訪問 討論一下 關於婚女權力的問題 那不如有詐 不如有詐 上一節目說了一些說話之後 就被剪輯成 剪輯成 剪輯成 令到他好像被承認自己的性戀者 那時候這件事 有很大的悔響 但潘魅神自己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這本書 說了一件事 作為一個例子之後 將一份再重新看這本書 重新再加一個例子 就是說 蔡英文事件 噢 這麼深嗎 是啊 蔡英文事件 半年前的事 是啊 發生這件事 就是因為他競選總統 他競選了黨外提名 黨外提名的時候已經出事了 因為有一個叫斯文德的人 他走來說 你快點交代 你是否同性戀者 是啊 大家想想一下 這件事也是一個很有問題的事情 為甚麼有問題呢 就是我為同性戀者 需要甚麼交代 如果我為同性戀者 對我的政治前途 或者對我作為一個公共的操守 又有甚麼關係呢 為甚麼你要迫潘英文去交代呢 那後來這件事 潘英文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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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去交代 但是這件事也引起了非常大的迴響 而且也覺得台灣究竟 progress了多少 由10年前這個潘英文 其實我記得已經立即有團體表示遺憾 對於斯文德這樣亂說話 我覺得你是完全亂說 但其實這有幾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可能是上次所說的私隱問題 究竟公眾人物有甚麼需要告訴你 而第二就是你這樣問法 似乎這是一個可業 似乎跟剛才所說一樣 就是問題化了同性戀 譬如如果那個人是異性戀 似乎你不需要去深究究竟是否異性戀 你不會查證我確認你 或者我不需要確認 或者我確認他是不是生活習慣 譬如他是不是吃齋 你不會需要特意去確認 你說你當然是不是吃齋 不會這樣 但你要說你當然是否同性戀 這就是問題化了同性戀 所以有兩個層次的問題 在這裏需要被增長 還有還有一件事 我們身為宜證明者 都未想過 究竟是甚麼才是同性戀 你如何去界定你是一個同性戀者 這件事歐陽 我專門說 在張宜芬這裏說 其實我們心裏的界定 這個同性戀者是非常狹窄 而張宜芬這裏說 這種這麼合藝的界定 令同性戀的季 他自己隱蔽的季 空間也很狹窄 為何這樣說 例如你說 我們覺得普羅大眾 覺得甚麼是同性戀 其實也不單是普羅大眾 我想科學研究也會是這樣 譬如Kinstein report 美國一個很出名 對於性活動的一個研究 他都會說究竟他來定 那個人是否同性戀 其實他不是問你是否同性戀 你有沒有發生過同性性行為 甚至是specific 一定要有交溝的過程 一定要有交溝的過程 然後才會標籤你做同性戀 然後做出來大約是十分之一的人 的男性有 當時在六十五代美國是 但如果回到轉 到時候人們就會拿著這件事來講 普羅大眾都會說 那你就是同性戀 因為你有同性性交過 但如果我們想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他沒有做過同性戀 但是他對於同性有情慾的反應 那他算是暗戀嗎 暗戀 或者我只是暗戀 這樣就行不行 如果根據Kinstein report 那你不是同性戀 對 那就很有問題 因為例如我去暗戀一個人 那我可不可以說 其實我還未知道自己是同性這個異性 雖然我暗戀那個人是男生 但是我需要跟這個人 有些性行為的時候 我才可以確認自己是異性戀 那就是這一種的想法 他意思是 首先我們拜訓都是不成戀 我們會這樣想 然後就看你做了多少 終於你穿越了一條界 你變成了同性戀 就是穿越這條界 那條界是哪裡 就是要去到你真的發生了性行為 那你才是 但是譬如你 這是很科學的 就是去到一個地步 但是譬如 如果我喜歡他 這些算不算呢 或者我對他有好感 有算不算呢 我仰慕他算不算呢 諸如此類 我便不管了 總之如果你還未去到那個位置 我就當你是異性戀 其實這個剛才歐陽文芬說的 那個由戀咬直的 都已經看到 其實我界限是這樣 即使你不去同性性交的話 那你就不是了 即使你見到一個男人 是多麼性興感也好 一個男人 都沒有關係 對 總之你不做 那就可以了 我接受你 這件事都是 我們這個概念 的性行為 也是非常之有問題 例如 按照剛才的報告的說法 性行為就是 Panetration 即是插入 那也是很強對中分的 例如女同性滿者 即是女同性滿者 即是沒有這件事 那些人便說 他也可能有一些道具 或者怎樣 那些女同性就說 那不一定是 不一定用道具 對 例如 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女生的 情感的想像 不是只有男生那麼簡單 不是什麼都叫做 我們 一定有性行 甚至高潮 對 如果是這樣的說法 我們便會將整個 即是論述 我們怎樣去理解 什麼叫做戀愛 什麼叫做 情人 生物的關係 生物的關係 或者 生物關係 都可能要重生審視 這個是很奇怪的問題 想一想就會很奇怪 但這個奇怪 其實可能是因為 我們本身有很多奇怪的 即是有些特定的想像 譬如我們覺得 戀愛一定是什麼 戀愛一定是男一女 他們一定是以 即是日常的裏面 可能是以性行為為終極 然後在社會制度上 就是要變成夫婦 並且組織家庭 然後有子女 這就是整個很單一的想像 譬如我們剛才提到一些詞語 所謂異性戀霸權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我們將戀愛 看成是特定的一個模式 所謂異性戀 就是所有的戀愛 都是以這種文化 經驗 和社會形式去出現 而且整個 commercial的 商業的運作模式 都是根據這個 或者是強化了 異性戀霸權 例如 情人節 男人一定要送花 一定要送朱古力 或者生日 一定要大家一起吃飯 或者怎樣 聖誕節一定要見 或者每逢過節一定要見面 一定要在一起 而且你看到這些廣告 或者怎樣 永遠都是一個男人 一個女 我最近才發現中秋節 變成情人節 為什麼 因為最近某月餅牌子的廣告 也是一籃一類的 坦白說 以前中秋節 是一個團圓的一個節日 是一個家庭的節日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個廣告 就是她是一男一女 很少時間見面 然後有些爭吵 然後終於到了中秋節那一天 那個女生就為那個男生 布置一間房子 然後送上月餅 然後於是有一種浪漫的氣氛 真的有趣 是啊 浪漫的氣氛 然後我一看 我覺得很搞笑 這個時候 中秋節的月餅 這種食品 就被無數成一個情人關係下 浪漫的代表 所以我真的不覺得月餅有多浪漫 當然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它不是很成功 但是我覺得 浪費氣吧 有多浪漫 至少她會嘗試去銷售那件事 原來是銷售到的 是的 而這個也是 其實你也看到很多時候 因為這個坦白女生跟商業模式有慣 因為家庭未必花很多錢 但是你情人就會obligated去花錢 其實你最逼到男生洗錢 是什麼時候 就是送東西給女人 中秋節了 我送到月餅給你 是啊 我們要意思意思 誰知道有這個部分 就是有這樣的東西 是的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 我們說來說去 都沒有說到這個 紫會氣養的部分 我們快點 wrap up 對 他剛才也說 和聖門的苦運 和我們科羅大眾 或者我們平時想想的苦運 都有這種關係 最後一回就調教了 或者提了幾種不同的模式 去說大家究竟有沒有能一起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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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 其中一個方法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說 其實 既然女生的情感想像 不是單止男生 我們最後一開始 又發生性恨禮 的模式下進行 女生的情感上 都是一個非常豐富的 例如由手帕交 開始都說 很貴 很姐妹 很姐妹 到自己覺得自己 是一個很溫暖 情感上是喜歡一個女生 都是女生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很豐富的可能性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第一 可能有一個女生 有異性戀 可能有異性戀 可能有異性戀 越接觸多這些論述 就會越有可能 其實中間的界線 不是分得那麼清楚 還有另一件事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她會提出 你可以做一個社會小實驗 就是 如果你是異性戀者 因為你異性戀者 你未感受到同異戀者的壓迫 你就沒有什麼 你為她們說話的時候 她說不可以運籌為壓 只可以為她們搖旗爛行 正如一個男生 雖然她很同情苦運 不為了怎樣 但她也只可以說 你加油 搭乳浪阿隊 而不可以幫她們衝風行陣 那你怎麼可以幫同性戀者 一起衝風行陣 衝風行陣 就是 你面對一個異性戀者 或是 你面對一個異性戀者 而她對同性戀者 沒有反思的時候 你應該跟她說 妝作自己是一個 例如我是一個異性戀者 我在一個異性戀者 在一個異性戀者問你 喂 Jackie 其實你是未懶惰的呢 我就說 嗯嗯嗯嗯 你猜一下呢 嗯 這些事情 大家猜一下 我都不太 大家不用說 即是要曖昧 合乎其次 搞到我 啊 是啊 對 完全是這些異性戀者的做法 OK 但如果我是一個女同性戀者呢 如果我是一個女同性戀者呢 那張一芬就覺得 既然你對著我今晚再出的季 你已經對我坦誠 我都會對你坦誠 經過她覺得 我女同性戀者 其實是她異性戀者 這樣 就不要玩人 是不要玩人 這樣 這個也是一個小十秒 小遊 張一芬覺得 大家可以想一想 剛才Daliel在我們節目做之前 都覺得 那我也應該試一下 對 我都可以說我是Cate的 我想我會相信 哈哈 還是要開始了這個實驗 Anyways 那我們節目時間 就差不多了 嗯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